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两个香蕉平均分给两只猴子 一个一个地分 每只猴子分一个 一和一 现在四个香蕉 一个一个地分 每只猴子分两个 二和二 平均分就是每份分得同样多 这是除号 表示平均分 写的时候先画一横线 上下各一点 横线要直 两点要对齐 现在六个香蕉 每只猴子分几个呢 一个一个地分 每只猴子分三个 三和三 每份分分得同样多 叫做平均分 公平的分 你学会了吗? 整除 二 四 六 八 十都是二的倍数 二的倍数都是偶数 匆匆 你发现了什么? 真聪明! 二的倍数都能被二整除 比方说 二里面有两个一 二分成两个一 四里面有两个二 四分成两个二 六里面有两个三 六分成两个三 八里面有两个四 八分成两个四 十里面有两个五 十分成两个五 请注意 各位上是零 二 四 六 八的数 都能被二整除 这是平均分的结果 正好分完没有剩余 现在你知道什么是整除了吗? 鱼术 什么是鱼术呢? 大家快来猜一猜 三个玩具平均分成两份 你一个 我一个还剩余一 留下来剩余的术叫做什么? 答对了 鱼术 从三里拿走两个一 鱼术就是一 小朋友 你能平均分五个玩具吗? 你两个 我两个 还剩余一 从五里拿走两个二 鱼术就是一 现在七个玩具 有鱼术吗? 快找找 你三个 我三个 还剩余一 从七里拿走两个三 鱼术就是一 所以 什么是鱼术呢? 请小朋友告诉大家 加减乘除 来 让我们复习一遍 一加一等于二 二减一 再减一等于零 一乘二等于二 二除二等于一 把一个数平均分成两份 每份是几? 这是除法平均分 请注意 除号前面的数 叫被除数 除号后面的数 叫除数 得数叫伤 这是平均分的结果 如果被除数 除数 伤都是整数 且没有余数 就是整除 除法术式 大家一起来比算 先写除号 表示平均分 看 像这样 一条横线加一撇 在除号里面写被除数 在除号外面写除数 伤写在被除数的上面 二乘一等于二 二减二等于零 最后在横线下面写零 请记住 零表示正好分完 没有剩余 从原来的二里拿走二 余数为零 现在被除数是十 除数是二 伤应写在什么位置呢 因为伤是五 表示五个一 所以五要和被除数数的各位对齐 从原来的十里拿走十 余数为零 提示 除法术式运用了乘法和减法 三的倍数 小朋友 你喜欢骑三轮车吗 让我来考考你 三个轮装一架车 六个轮装两架车 九个轮装几架车呢 大家想一想 几个三箱加等于九 三三得九 九里面有三个三 九分成三个三 所以九个轮装三架车 请记住 三六九十二 都是三的倍数 都能被三整除 求一个数是三的几倍 用除法计算 三的一倍是三 三除三等于一 三的两倍是六 六除三等于二 三的三倍是九 九除三等于三 三的四倍是十二 十二除三等于四 求一个数是三的几倍 用除法计算 因数和倍数 来 让我们一起扎气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两个一扎分成六扎 三个一扎分成四扎 四个一扎分成三扎 六个一扎分成两扎 十二能被谁整除呢 小朋友 你看出来了吗 十二里面有几个二 几个三 几个其他的数呢 二 六 十二 六 二 十二 三 四 十二 四 三 十二 提示 用惩罚口诀求生 就简便了 请试一试吧 我求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倍 用除法计算 活学活用 来,让我们快速巩固一下 除法是什么? 很简单 用成法来想除法就可以了 除法是成法的逆运算 成的相反就是除 除的相反就是成 现在大家来成一成,除一除 看谁做得又准又快 二二得四 四除二等于几 三三得九 九除三等于几 十六除四 十六除八呢 求一个数里有几个另一个数 或者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倍 用除法计算 小朋友,你做对了吗? 全对,棒极了 快快锻炼加减与乘除 活学活用 天天进步 谢谢大家和乐乐 一起努力学习 谢谢大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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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